近四四南村 台北101連鎖排骨泛民店 多年前包下一樓三角窗墊面 如今卻傳出房東可能換人當 會在裝進路上的三角窗墊面 光是一年租金就要三百一十二萬元 不過近期卻開價 一點六百億元求售 一樓全中五十三點六坪 換算單價三百一十三點五萬元 租金投報率約百分之一點八六 房東戶籍登記在地保五樓 市場推測可能就是知名投資客劉媽媽 可是如果說今天他大概三百出頭萬 的這個美瓶的售價 他如果下修大概大概三百萬左右 他其實這個投報率上 可能就可以來到兩趴 那這樣的狀態之下 可能就是有一些討論的空間在 連鎖排骨飯表示 目前沒有退租換點計畫 因為看看附近就有好幾家早餐店 及餐廳 還臨近北一商圈 空置率低 客群相當穩定 附近的客群主要是 上班族 一到五都是上班族 如果附近有活動的話 其實還是交便當的人會蠻多的 吃跟逛都很方便 尤其夜市也很方便 而且交通很方便 無星街生活機能便利 雖然位在寸土寸金的信義區 但單品房價不到八十萬 據排骨飯所在的華夏 屋領四十五年平均成交單價 六十二點五萬元 隨著房東開架求售 未來動向 備受關注 三例新聞 張淑慧 伊力亭台北報導